我自己去跟broker自己拿货,然后就等于我两个车的时候,我自己拿货,然后请自己开。 你这做老板应该会好挂的,不会再产生不干的想法吧? 嗯,也有产生不干的想法。 那为什么呢? 你做老板和做司机完全不一样。 嗯,你开车走吧,车坏了,打电话给老板,老板车坏了,我就不走了呗,我就在那儿待着了呗。 不坏的卡尔大,我就洗澡,睡觉了。 如果就是说坏在半路上,我就找拖车呗。 你花多少钱,你怎么去整,这事跟我没关系。 我是个司机,你当老板了可不一样。 所有路上的事都得你自己小心,你的车坏在半路上,你二手车坏在半路上怎么办? 这都是你自己要操心。 你换机油什么的,包括换三绿,这些你都要自己去弄。 我开车第一天,我连英语都说不利了的时候,我没有想到我能自己打电话跟broker打火。 我也没有想到,我自己就能趴在,我看人家车,我到自己的时候,我看人家老板,自己来铁修车,我就当老板真累。 我没想到有一天,我自己能在车铁修车。 我修完了之后,我浑身全都瘡了,反正就是民工嘛。 就是,就这种感觉。 其实我是,也悲愤,又有成就感。 因为我悲愤是因为我觉得,哎呀,确实是非常的辛苦。 我有成就感是因为我超越了我自己。 我战胜了我自己。 一个人一辈子,你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。 对吧,商店也不可能让你过得一帆风顺。 那么我就觉得,至少说我自己想做的事情,我自己目标达到了,那就是在操卫自己,那就是与自己挑战。 所以就是,我说了,我说前20年是我父亲做我的人生导师,后20年我太太做我的人生导师。 因为,你要是不干的话,你没有任何的出路。 所以说,我当我想起,就是说我的两个孩子,我说我的老大学习这么的好一个姑娘。 我的老二这么的聪明和活泼可爱,这么的让我欣慰。 我没有什么可以给他们的,我只是说能在经济上能支撑他们。 你这么的挣扎,做这个行业,放弃肯定不可能。 因为你现在是这个自由吗? 回头,回头路还有可能吗?回中国,对于你的个人来讲。 现在是彻底不想回来。就是以前我回过,就是这次上海这些事情发生了之后,我是彻底不想回来。 回中国,你说还有这种发展吗?也许会有,但是我还要从头来。 可能我还要从养粉丝就开始,可能就网络。我要是回台里边,也行。 但是效益很重要。因为刚才说的,那行业已经都衰退了。 那就已经被这些网络直播都给取代了。 对,然后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,我们年龄大了。 大家也没有任何的工作点。 小herry,看你的姿势。 对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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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因为我们一起是多欠慕我。 因为现在,毕竟也是,您要来这边也是热的énergie。 所以我没有后悔。 反正要做事情,也就不用那么后悔。 就不用那么后悔。 而且我,反而回过头来看我有些哎,这是值得行 road。 我觉得这 lah,这 lid对我来说是一种财富。 他让我一个三十到三个孩子气的人成熟了很多 然后他让我知道了什么样的叫做担当 而且呢让我们觉得一个人只要你不说我也没有什么可能的事情 我还有我今后的还有我今后的这样一个规划 但是我还是这句话就是我自己想做成的事情 我肯定是可以做成